韩 Africa 作人作词诗布 作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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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洒角不能惹你生气 泥血不冷不热深色不济 直到看着你陪我的可爱大刀 我才会考虑离开那样心 宇宙万有硬币 万有硬币 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半个宇宙的路径 都不足以阻挡我 我有无价可归一般的伤感 你却又像太阳一样 痴热的温暖 穿越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爱着的感觉 我是微信追随星星的爱恋 你是飞过小星星的明年的危险 流浪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发现 永恒为我留言 姐姐你讨厌我 不讨厌你 乖 不讨厌你 不讨厌你 喜欢你 不讨厌你好不好 不讨厌就是喜欢我 喜欢 妈妈说一个人不讨厌 另外一个人就是喜欢 你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就像我喜欢吃炸鸡 但是如果没有炸鸡的话 火锅很好吃 我也很喜欢呢 就像我喜欢夏天 但是如果今天下雪了很好看 我也很喜欢 但是你的话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除了你 还有什么能让我开心快乐的 没有想过有什么可以取代的 你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的生活该怎么样下去 那这个算喜欢吗 听不懂 听不懂 我 忘了 琪琪跟我讲故事 啊 我要听故事 我听故事 这 讲什么故事 我要听故事 小方 她失忆了 然后忘记小琪琪 小琪琪只能打包行李 回老家去 然后就 你睡觉醒了 睡觉醒了 睡前的故事不是要圆满的吗 怎么来个悲剧啊 姐姐 悲剧就很不错了 没给你来个烂尾就很好了 能不能改一改啊 小琪琪不走了 她永远陪在小方方身边 可是小方方她都不记得小琪琪了 那小琪琪不重要 小琪琪还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当然有意义了 重要的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重要的 而且就像你说的 小琪和小方他们在一起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怎么可以轻易分开呢 如果小琪真的离开小方的话 话小方一定很舍不得 什么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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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那 那小方方 你要是舍不得小琪琪的话 那就得加油快快好 你快点想起来小琪琪 快点恢复记忆才行 嗯 如果小琪她真的不走的话 我觉得小方她可以的 嗯 好 嗯 就这样 就按照你说的这样 嗯 嗯 嗯 快点 啊 你怎么不走 啊 啊 说好不走 就不准走了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才离开我 如果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留下 那我愿意示意一辈子 我愿意示意一辈子 从来跟我说的什么来着 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姐 你那边啊查得怎么样了 我在美国找了一个私家侦探 她说方冷在美国唯一的就诊记录 就只有这家心理诊所 心理诊所啊 这个方冷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的 等我查到他的病历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我们F集团的总裁 总不能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吧 姐 你那边查完赶快回来 咱们打他一个措数不齐 事情还是没有进展吗 我昨晚都把他关追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 又有点奇怪了 我有时候觉得他真的就是什么都不记得 但有时候又隐隐约约觉得 他好像记得一些我的习惯 你说 方冷会不会是假装失忆 怎么了 昨晚没睡好啊 我这几天为了给了恢复机 又是靠死白娘子 又是一样我起座 我还要给他讲睡前小故事 我好聊 我好聊 小秦 其实我可以直接用超能力 不可以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这样子会让他的中枢神经 留下永久性的伤害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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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你就不想尽早完成任务啊 我觉得 至少这样就不用那么累了 没关系 累一点没关系的 我去找其他办法了 我走了 再见了 十一 拜拜 你对小秦的超能力免疫 对我的可不行 不管你的失忆是真是假 我都不希望你找回记忆 因为你一旦找回记忆 你只会让小秦难过而已 不过为了能让小秦顺利完成任务 我愿意帮你找回记忆 你回来了 十一 十一 干什么呢 十一 你是不是忘了心情和平法了 这样会受到制裁的知不知道 我没有要伤害她 我只是要帮她找回记忆而已 十一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成功的 我求求你了 十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几次 最后一次 下次就找我的方式了 我回来了 一大嫂去哪儿了 到处找你 我就是 那个 屋子也不收拾 赶紧收拾 你 怎么了 你先坐下吧 怎么回事 突然 等你缓一会儿头不疼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为什么你带我来游泳池啊 你三家闷了那么久 出来透透气吗 给 快去换衣服 快去 快去快去 我 等你啊 快去 快去 弄好了啊 嗯 行 我跳了 嗯 这前面水太深 你不会游泳太危险了 谁说我不会游泳了 我是游泳高手 你忘了 但你也得做个热身吧 我热什么身 高手不需要热身的 好不好 你是质疑我的实力呢 还是你突然想起什么呢 担心我啊 怎么 担心我 嗯 嗯 嗯 游泳拳做的热身很正常的 这都是常识 而且这里没有救生员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 发生意外了 就算出了危险了 也不用你来救好吗 好 放心了啊 我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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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小米 跟 小米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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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小琪 这是回家了吗 这是 没事了小琪 你说你要是没有事宜多好 记得我是你女朋友多好 我根本就没有事宜小琪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假装实意 装实意 我假装实意是为了想要留下你 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是装的 我说你这个人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亏我还一直在照顾你 亏我想了那么多的办法 想让你恢复记忆 结果合着 你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耍我呗 但你也太过火了小琪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你还凶我 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情在心 你都不跟我解释 你还凶我 你这个人 烦死 对不起 当时我以为你要离开我 所以我才会借着车祸的事情 来假装失忆 那你 那你就不能换个别的方式吗 又这个又蠢又笨的 我以为你真的要把我忘了 对不起 但你为什么要准备告别礼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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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整人的办法 就说那个 给对方准备一个告别礼物 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啊 就 你放心了 我 我不会做的 好 开心吧 连炸鸡也帮你买了两分 奶茶也帮你买了两分 表现不错 挺好的吗 恋爱的约法三章 第一 放冷以后不许骗小气 第二 放冷以后不许惹小气生气 嗯 以前 你去公司你要跟我约法三章 谈恋爱我要跟你约法三章 再加一条 以后如果放冷惹小气生气了 不许用黑卡敷衍我 好 不能 再用黑卡敷衍小气 好 好 你要是有什么 想要提的要求 你也可以想上去 我没有什么要求了呀 你就是你 现在的你就足够了 你真的没有要求 好像还有一点 再加一条 好 怎么了 韩主理 方总 出大事了 美国的安德森心理诊所 给我发邮件了 说周思琴调取了您的病例 而且还着重地了解 您下雨天异性失忆症的治疗过程 这 你 你那个失忆症 你不是装的吗 这 这 您是不知道啊 我们方总啊 五岁就得了下雨天异性失忆症 等等 柴小姐也在旁边吗 我在 好了 听好了 把公司记忆库的安保系统 全部升级 然后你跟张医生说一下 把我的病例资料全部保存好 还有 把黑客系统 提高一点 好的 方总 夏雨 异性失忆症是什么 怎么回事 方总的失忆症是会遗忘近期接触的异性 所以在每次下雨之后 你要帮她回忆起短期内接触的女性 特别是重要的客户 对了 务必保守这个秘密 千万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放心吧 方总那么信任我 我肯定不会让她失望的 小琪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如果未来的我把你给忘记了 你可以不要放弃我吗 未来 可我很快就要回母星了 怎么保证未来的事 如果是生病的话 那至好是不是就可以 没什么问题了 好 前几次下雨的时候 我把所有人都给忘了 只有你我没有忘 但我真的不敢保证 我的病情到底会不会再恶化 我也不确定我到底会不会忘记你 怪不得 方友知道我骗她的时候 她会那么生气 原来 原来我是她唯一不会忘记的人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为难你 我也知道 如果我变成像以前那样 会多么的冷漠 多么的不尽人情 但是我真的不想回到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如果连你都离开我的话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如果 你到时候不记得我了 我就像现在这样嘛 我用任何方式 拼命让你想起来就好了 你等一下 你把那个小本文给我一下 柴小七 我给你保证了 不嘛 你先挂 不嘛 我想多看你 你先挂 你不了 你白天太辛苦了 要不然就 你先挂吧 好 真把我给挂了 哪有男孩子挂女孩子电话的 不行 我再给你拨回去 陈姐 我回来了 你看 笑容甜美嘴角上扬 两眼发光 印堂发红 你今天跟平时可不大一样啊 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是不是你跟方龙的感情 又有进展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不过柴姐 我好想问你一下 爱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宽泛了 请让我跟你娓娓道来 天雷勾地火是爱情 平平淡淡也是爱情 你一见到他 我都不懂 心跳加速是爱情 靠在他的肩膀 心如止水也是爱情 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是爱情 做到一边 默默地守候也是爱情 小七 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需求不一样 所以爱情对于不同的人 也是不一样的 你放心 我不离开你 绝对不会离开你 所以 我在决定要留下来的时候 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小七啊 恭喜你 在爱情的这条道路上 又进步了 对了 我刚刚 应该是这本杂事里面 我看到一个巴黎岛的双人游 特别适合你们 不如你跟方冷一起去吧 对 就一块现了碗包包 适适合 不行 在这之前 我要先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方冷的病症呢 主要是因为不愿意跟过去和解 所以在精神上 出于自我保护机制 就会产生 不断地忘记 短期内接触异性的症状 夏宇天异性失忆症 其实本质上 就是通过逃避的方式 来当化记忆的痛苦 你如果 真的想治愈方冷 我建议啊 你先跟方董好好聊一聊 你不是让方冷跟过去和解吗 这跟方式达有什么关系啊 当年 方冷的母亲 亲眼目睹了方式达出轨 伤心之下 带着方冷离家出走了 才会发生了当年意外的车祸 这么多年过去了 方冷一直没有原谅方式达 每次我跟他提起方式达的时候 他总是刻意地逃避话题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张医生 你去哪儿 你不是说方叔叔 才是方冷痊愈的关键吗 我现在去找他聊聊 谢谢辛苦了 拜拜 建方是达要提前预约的 还有你千万别说 你跟方磊的关系啊 不然的话 不然 姐夫啊 这是姐啊 特地让厨房给你熬的补品 你趁热吃 方冷啊 年轻气盛 偶尽啊 任人不轻啊 也是正常的 关键啊就是这个柴小七 每天啊借着送外卖 我方冷身边走 过没多久 这个柴小七就到公司上班咯 她是集团的员工 方冷没跟你说呀 我这人都走了 当初决定啊 建立科研部啊 就是这个柴小七的主意 这么大的事啊 我们开了几次的董事会啊 应是没有劝住 这个柴小七啊 不知道给方冷喝了什么迷魂糖 当初说好了 三年的总裁考核期 她根本就没当回事啊 现在每天随心所欲 不务正业 姐夫啊 你放心 方冷还年轻 我估计没多久啊 他们肯定分手 要是这个柴小七啊 特意跑来找你 自以为啊 自己能够嫁入豪门啊 那才真的是不懂事 别生气了啊 来 我去开门 这 这个柴小七啊 还以为自己真的能嫁入豪门呢 请问那个 方董不在 你改天再来 我还没说呢 我也没问呢 什么呀 刚刚那个声音 刚刚那个声音是康叔的吧 太大意了 刚才应该放柴小七进来捣乱的 这样方董不 肯定会更生气啊 不知道她走了没有 好 就不信你不出屋了呀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好你好 方董你好 我是那个F集团的一个员工 我叫柴小七 你让开 我 我就给我五分钟时间 你这些小把戏啊 骗不了方董 不是骗方董 就给我五分钟就行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跟她说 我给你五分钟 你说吧 不是 我要跟她说 你跟我说 我帮你传达嘛 你能帮我转达啊 那也行 我找她呢 主要是想跟她说 姐夫 停车啊 不是要给我五分钟了 停 停车 姐夫 不是 等我 我还没有上车呀 姐夫 搞定她 小意思 方总 这次的荷尔蒙速度 比上次提高了三百 辛苦你们了 小七可以正式开始调配香水了 对了 方总 柴小姐今天一直没来上班 是提前跟你请假了吗 您好 您播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方董啊 不要跟那种人计较了 你不是还有方烈吗 方烈啊 比方了还懂事 还听话 对吧 方董您好 我又来了 趁早放弃吧 像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方董 我还是坚持 请您给我十分钟时间 你是理解有问题呢 还是单纯脸皮厚啊 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好吧 稍等稍等 方董啊 您是不是好久没有跟方冷聊过天了 您肯定不知道她最近生活怎么样吧 而且应该不知道她为了什么会开心 为了什么会不高兴吧 果然不知道 所以您只要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保证让您更加地了解方冷 当然 我对于您想赶我走的这个行为 非常地理解 因为我今天的行为确实是冒犯到了你 对不起 父子之间的事 还轮得着你这个外人插手吗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赶紧走啊 康叔 你赶紧 说吧 我 我给你十分钟 你还是赶紧坐下来 把事情说清楚 不要耽误了我们方董的时间 我就帮你拿个杯子 你们慢慢聊啊 谢谢 下班去电影院找我啊 小七 你今天上哪儿去了呀 很快你就知道我去哪里了 我们先进去吧 走走走走 先进去进去 你等会儿就知道 我去买个爆米花 你 你先进去 不是 我 进去坐下啊 我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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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这里 嗚呼 看镜头 看镜头 你好 你好 宝贝 马上就要见面咯 宝贝 马上就要见面咯 马上就要见面咯 爸爸妈妈都等着你呢 你好 哎 开不开心 我们是很开心的 名字爸爸都帮你想好了 如果你是男孩儿 就叫方冷 如果你是女孩儿 也叫方冷 方冷 方冷 我太爱这个名字了 嗯 听到了吗 嗯 爸爸给你取名叫方冷 方冷 嗯 她说听到了 听到了 好不好 好不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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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来 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走走 好不好 过去了 你看 前面是泳池 去游泳 游泳 看到那个泳池了吗 等你生下来以后 让爸爸带你到那里去游泳 你呢 我去摘柚子 嗯 对 你看他的样子啊 一看就是聪明像 嗯 以后 要跟爸爸做生意 别提你爸爸的 你只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开心就好 哦 你看看你 我哦 我们不跟爸爸做生意 好 跟妈妈煮菜 哦 乖 爸爸帮好不好 爸爸很会抱小朋友的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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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做的 就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对不对 只是如果 你可以再开心一点 再幸福一点 那我觉得就是 你妈妈刚好在期盼的 谢谢你 其实你应该 谢谢你爸爸 为什么 这些影片 都是你爸爸给我的 我爸 他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气氛都这么感人了 互相说过我爱你 心结不就打开了吗 十一症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也有什么用 你又不是医生 况且我在这个家 本来就是多余的 如果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 周思琴他恨不得 立马就会让我离开公司 谁说你是多余的 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你还是我儿子吗 你还是我儿子吗 我是你儿子 但如果当初你没有 这么对妈的话 今天妈也不会死 你懂什么 方老 你想知道真相吗 或许多余的品种 会觉得陌生又熟悉 忽然将触发了 藏匿的回忆 画面上会唤醒心跳 我多怕会忘记 你是我想碎的理由 掌心里的牵手 唯有你请我就能够 让我跟你这风也一样 执着 哪怕倒流失控 故事已在从头 我不忘你眼中 深爱的温柔 爱上你原来 只要有你瞬间 忘掉你偏偏却需要 永远 爱上你原来 只要有你瞬间 忘掉你偏偏却需要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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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